注意看 这个囚犯想到了一个天才的粤语方法 只见他打开一个红色箱子 那牢房的天花板竟然也跟着打开 他又把箱子关上 天花板也随之落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男人名叫大山 因为大家都被关进了牢房 同屋的余友是个老头 只看了他一眼就转过了身 大山想跟他唠不客 他却始终一言不发 无奈 大山只能坐在床上发呆 这时他注意到旁边有个红箱子 他问老头里面是啥玩意儿 老头却说啥也没有 可他刚要打开箱子就被老头罩住了 停 为什么 因为你不认识 大山心想我都混进监狱了 还能被一个箱子吓住不成 他感到有点可笑 转身就打开了箱子 里面竟然是一个缩小版的牢房 做得还十分逼真 没想到你这老头还好这口 老头却并没有理会 可当他把手伸进箱子的时候 皈依的一幕出现了 一只巨大的手同时出现在了牢房里 大山被惊得张大了嘴 然后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他把箱子放在地上开始反复的实验起来 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他又把手指伸了进去 然后转过头 对着那根指头伸出了手 他竟然真的碰到了自己的指头 这时 一个天才的想法诞生了 他自己踩在桌上 让老头帮忙打开箱子 然后等天花板开启 他双手撑住爬上了围墙 然后跟老头说了句再见就翻了过去 来到墙的另一边 大山观察了一下周围就开始往外逃 这时 一个巨大的老头出生在他后面 他还在奋力往前跑 就被一个火柴盒给罩住了 就这样 大山被老头关进了盒子里 老头把红箱子重新放好 自己也回到了椅子上 然后拉开一个装满火柴盒的抽屉 把大山也扔了进去 等关上抽屉 他回头对门外喊道 我提一杯哦 男人犯事抓进牢 神奇小乡一顿倒 自作聪明往外逃 火柴盒里受煎熬 我是爆牙 喜欢的关哥助 谢谢 谢谢